一个长廊 跟我一样蹭里在这里休息的 这里是他们蹭的一个广场 小孩子的玩耍的游乐场 这边也有个花瓦车 是啊 他们蹭的这个 皇位车 这是他们蹭的停车场 你敢相信这是农村吗 这就是农村 你以为来到一个别墅区吗 这不是别墅区 这就是浙江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 这些北地区的 这样像这样的村庄 非常的多 非常的普遍 这只有其中的一个村庄而已 为什么这家叫共赴呢 这才是真正的共赴 这将是真正的藏富于民的一个村 二十年以后 很多城里的人都要回到乡村 住上这样的大栏的房子 暗多万年 它这山里的空气也非常好 所以不要抛弃了这个家乡的老宅 现在在大家建筑里看一下 他们这个村的环境怎么样 你看门前都是两只垃圾桶 浙江实现垃圾分内到村 浙江实现是垃圾菠萝地 村里面根本就看不到一点垃圾的 它这个环卫做得非常的到位 有专门人的来清扫 而且每个月有专门人的定期的 在这项拾垃圾 他们有震燃者 所以这样就成就了美丽浙江 感谢观看 好